今年三月 演员杨又宁和郭彩杰通过网络公布了分手的消息 昨天 郭彩杰和杨又宁终于一同出现在了媒体面前 在电影《对风说爱你的》发布会上 主办方设置了一个对着分贝及大喊我爱你的环节 郭彩杰和杨又宁都十分配合 大方地喊出了我爱你三个字 我爱你 我爱你 可是喊的声音再大 也遮掩不了郭彩杰和杨又宁 形同陌路的结局 我们也三个月没见面了 就是很久没碰面了 很久没分面 之前听杨又宁说 只是很久没碰面的那个朋友是吧 对对对 就还是挺自然的打打招呼 还不知道 还没碰到 在发布会之前的专访环节 杨又宁和郭彩杰面对分手的问题 都显得十分谨慎 双方都不愿意过多地聊到 和对方有关的话题 杨又宁方面更是直接拒绝了 和郭彩杰一同接受记者专访的请求 左手边第一个是杨又宁 右手边第二个是郭彩杰 中场发布会 郭彩杰和杨又宁的中间 都是隔着三个人 即便是发布会结束之后的 接受群访 主持人还是要叮嘱一句 各位演员按照原来的顺序录作咯 回想今年三月 当二人分手 还只是传闻的时候 郭彩杰和杨又宁分别在媒体面前 做出过回应 表示双方都还在努力挽回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挽回吗 我们还在努力 两个人都是辛苦的 也因为距离的关系 所以都还在努力 也许二人真的努力过 但怎么看索贝的努力 换来的都是和平分手而已 我们没有交恶 我们没有彼此的交恶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那样子 无论怎么看 两位闹分手的小情侣 共同出演一部戏都逃不开 那一缕酸溜溜的尴尬 发布会上那不用挑明 就能够感觉到的沉闷 就是分手后遗症 实实在在的发作 好像你今天在演唱发布会 好像都有一点闷闷不乐的 是因为跟分手有关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们电影的定调 比较情感上稍微严肃一点 对 好像 当然 对啊 所以 对啊 原来分手还可以做朋友吗 我们没有 没有 没有不好 对 但孩子 其实还好吗 对不对 还是 非常的珍惜 非常地珍惜 对吧 谢谢 行 我们的问题就到这里 谢谢 前面在线上海采访他